好接下來我用上面這個圖來解釋為什麼光明樹可以來控制植物因為光周期而決定是否開花 也就是我們高一所看到的現象我們現在都可以解釋了 我們高一看到什麼現象呢?光周期引發開花 而光周期當中最為關鍵的是黑暗的長度 就是控制花是開還是不開其實是你的黑暗夠不夠長 夜晚夠不夠長夜長夠不夠長 夜晚夠長你就會達到某個效果 夜晚不夠長就達到另外一個效果 所以是夜晚的長度決定的 為什麼是黑夜長度決定而不是白天長度決定 我們這個圖就可以看出它的原因它的機制 我們前面提到光明樹有兩型 一個叫PR叫做無活性型 另外一種型叫PFR叫活性型 所以真正有活性的是PFR 可是PFR怎麼來的呢? 是PR照了紅光之後轉變而來PFR 那如果你今天PFR要變回PR 就從有活性變無活性 你可以照與紅光 而這兩種這兩個路徑是可逆的 而且這兩個路徑都很快 所以你一照紅光 立刻就往右邊走到活化型PFR 你只要照遠紅光 就立刻從PFR 把它往左變成PR 無活性型 這就像是開關一樣 畫面右邊的PFR有活性 再把你開關on 我打開了 但是一旦照到遠紅光 它就關掉off 所以其實光明樹 它是光受器沒錯 它本身也是光的開關 光透過控制這個開關 決定你的生理作用是否進行 可是如果你今天轉變的是PR呢 它是沒有活性的 好 那我這邊所講的活性 大家不要以為活性就是促進什麼 不不不不 它的活性的生理作用可能是 一它促進了 寫一下 它促進了所謂的長日照植物 長日照植物就是LDP 如果各位不知道下面有 LDP就是長日照植物 long day plan 可是它同時呢 卻抑制了 短日照植物開花 也就是說所謂的生理作用 不一定都是促進開花 我抑制你開花也是生理作用 那這個是抑制短日照植物 show day plan 那抑制短日照植物 所以短日照植物很特殊 短日照植物得PFR不見 你才去掉抑制才可以開花 所以這邊所指的生理作用 可能是促進你開花 也可能是抑制你開花 如果是促進你開花的植物 你希望PFR出現會讓你開花 但如果你是短日照植物 你要PFR消失 抑制我的那個開關要關掉 抑制你的開關要關掉 所以在長日照植物跟短日照植物 如果你需要開花的話 一個是需要PFR刺激你開花 一個是希望PFR消失 這樣你的抑制效果才會消失 所以對於這兩種植物 它的PFR作用是相反的 一個為促進一個為抑制 那這是開花 那你只要一顆植物 比如你長日照植物好了 你照紅光它就開了 你只要有照光它就開 你照光它就開 那如果你照遠紅光呢 馬上PFR不見 就是off掉了 所以長日照植物 如果照遠紅光 它就不開花 而這樣的轉換非常快 這兩個步驟都很快 你照了紅光 再快點照遠紅光 前面的紅光沒有用了 因為你好不容易 形成了PFR 又恢復成PR 所以這個開關很有趣 它對光線非常敏感 我照紅 立刻on 我照遠紅 立刻off 那如果有個很無聊的科學家 它就紅光遠紅光 交替照你 就是紅光遠紅 紅光遠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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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光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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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看停到哪裡 如果說停到照紅光結尾 那就是on了 1on 那就是長日照植物被出現開花 短日照植物被一直開花 如果你之後on of on 最後一個光是遠紅光 那就是到off了 那此时呢 长日照植物不开 短日照植物开 所以红跟远红光是很快速的开关 好 那红跟远红那算什么 我们之前讲的是照白光啊 我们平常所说的照白光 白光 就是指红光 啊どうして 然后你的白光中就没有远红光吗 有的 如果是红光远红光同时出现 红光胜利 因为它的波长短一点 能量比较强 所以大家我们以前高义说 照白光或照光 其实就是这边所看的照红光 你只要有光 就是红光作用 因为它波长比远红光短 能量比较强 所以照光等于照红光 它就暗 所以照光等于暗 那在自然界怎么让它off呢 你自然界很难有纯的远红光 我再讲一次哦 自然界几乎没有纯粹的远红光 你远红光出现的时候 那个红光一般都会伴随着 所以自然界要关掉它 不是用远红光的机制 而是用黑暗 如果今天我是用黑暗的话 它会从PFR 转变回PR 也就是暗会off掉 但这个速度非常慢 而黑暗的情况之下 活化型的PFR 会慢慢转变成PR 非活化型 无活化型 或者是分界 但是不论是转换还是分界 它的速度极慢 所以今天你照光 你要闪一下光哦 照一下 马上就暗了 但如果你今天在黑暗之下 要让它从暗变成off 要给它时间 这就是关键 整个开关的反应最慢的阶段 就是用黑暗 让开关off掉 而黑暗要很长 所以黑夜的长度变成关键了 如果你的夜长 很长 那所有的暗都变成off了 那这时候就抑制长日照植物开花 促进短日照植物开花 但如果你今天的黑夜长 不够长 你的暗来不及变为off 因为夜晚太短 当夜晚一结束 不就照光了吗 一照光立刻off变成暗 因为照红光是立刻转过去的 所以照光太简单了 一照光马上就从off变成暗 但从暗要变为off 你的黑暗要够久 所以黑暗的长度 决定这个开关是停在暗还是off了 在自然界是由黑暗决定的 因为黑暗它的反应速度最慢 它需要比较久的时间 你们是不是在化学科 有学过这样的概念 某个化学反应可能多个步骤 某一个反应步骤特别慢 我们会叫它瓶颈反应 而这个特别慢反应 就决定了整个反应的速度 就像沙漏一样 中间那个最凹槽 流速最慢的 决定了大家的反应 那叫瓶颈效应 那一样的道理 这个PFR在黑暗中 转变成PR 这个速率最慢 它就决定了开关 是暗还是off了 好 那我们现在演练一下 为什么 那个长日照跟短日照植物 对于光线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我换个颜色做一下整理 如果你今天是长日照植物 就是long day plan 长日照植物 我们说你是短夜 为什么你是短夜啊 因为你要维持 PFR 也就是活性的 你的夜晚太长 就全部都转变回去啦 所以你的夜晚不能太长 要短短的 当晚上一结束 就算你转过来一点点 你的红光或是白光 一照那些转过去的off 立刻变成on 所以在短夜的情况之下 永远都是PFR为多 这时候就促进 长日照植物 开花了 好 那如果今天你是短日照植物 为什么情况刚好又不一样 你如果是short day plan 短日照植物 你喜欢的是长夜 为何呢 因为你希望 没有PFR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抑制你啊 所以你要抑制掉它的抑制 这时候 你没有人抑制你了 我们的短日照植物 才得以开花 好了 最后可以解释 为何 长日照植物要短夜 夜晚不能过长 而那个短日照植物 夜晚要够长 因为够长的夜晚 才能让PFR有时间 慢慢转换成PR 让PFR浓度下降 而这个抑制效果不见了 你才得以开花 所以长日照植物 是由PFR促进 短日照植物 你要把抑制性的PFR拿掉 你才能开花 好 那其他的 像光形态发生 也是如此 当我照了红光 就是或是白光 我的PFR的生理之中之一 就是光形态发生 例如什么 节间缩短 叶子长大 叶子变绿色 这个叫做光形态发生 因为光的出现 让你的形态发生改变 就会变成比较矮小 而且叶子又大又绿的 绿叶形态 这叫光形态发生 所以光形态发生 也是由这个 PFR决定的 好 另外我们前面讲到的 虚光种子和焰光种子 一样的 虚光种子 就是PFR促进你种子萌芽 焰光种子 就是PFR抑制你种子萌芽 所以你希望黑暗久一点 黑暗久一点 才可以把PFR 那个 off掉 好 其他的像种子萌芽 也是它 然后促进或抑制都有 所以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光影响植物的 光周期影响开花 光线影响种子萌芽 还有光的形态发生 都是有光明素作为受器 它也是开关 决定开关是on还是off 来决定你怎么产生反应 好 所以关键在于黑暗之下 反应特别慢 所以它是个平行反应 好 以上是光明素的性质 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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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